可以進來了 星期一的節目完結之後 休息了兩三天 今晚這個專題也是提前為卡塔爾世界杯做準備 可惜阿維今晚不享視 也不要緊 容許他之後有時間聽這一集 當是提前幫世界杯做功課 而且我們之前都說在開季前 我們盡可能做多些專題 有涵蓋一下 足球與不同面向 今天我們有兩個題目 當然第二節那個就不太專題 今天見阿維今晚上來 第二節講巴塞 剛才也說了想知道敵裝這件事 什麼去向發展 都可以聽聽第二節 不過敵裝究竟怎麼樣 那也不是第二節我們要去詳解的東西 第一節當然我們說了今天我們鋪排這個專題 由麥巴比去到巴黎去到卡塔爾 講一下地緣政治 講一下卡塔爾 就是他在地緣政治上面 為什麼他會是一個中東那麼重要的國家呢 為什麼他之後要選擇 在外間他要去投資足球 投資體育 OK 那我巴比在這個題目裡面佔的分量 其實就不是那麼重 但是也能捉到一些關係 也能捉到一些關係 這一點在這裡聽眾聖佩特說 Barsalume have themselves officially told Frankie de Jong today they would prefer him to live for Manon Idol 那些就留在第二節再講 是嗎 OK 聖佩特就跟阿錦說個Hello 阿錦 很長時間沒有講你去 都差不多半年了 但請到你上來就不一定是關巴塞的 雖然今天你說卡塔爾 我想拉邊都可以和巴塞都可以扯到一些關係 間接都會拉到 是 間接都會拉到一些 因為巴塞和卡塔爾又有什麼關係呢 當初那件球衣就買了給他 是 卡塔爾也是很無寶不落的一個國家 Sam你對卡塔爾這個國家有什麼印象 除了他是世界杯 金世界杯的主辦國之外 我想跟很多人一樣 十幾二十年前都不會留意到這個國家 甚至有些聽眾可能完全不知道這個國家 但是你說近十幾年 其實你看到他是透過足球 透過在歐洲球壇的一些投資 是真的把這個 首先把這個國家的名字帶給大家認識 更加多就是揮發到一些所謂的軟實力 慢慢去發出來 所以我想如果大家以球迷來說認知 應該都是透過巴塞的耳門去接觸到 或者聽過這個國家 和知道他們的一些小小歷史 波零老一點的話可能還會記得90年世界杯 90年世界杯 是 他跟西德納斯拉夫同組 當然下場就慘成沙包 哈哈哈哈 就是這麼大把 卡塔爾和Sam Pina說 之前也提過 那時名部體育版 我一開始竟然翻譯他做骨打 骨打 是啊 很拷頭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說小時候 那些地圖宅 他翻譯卡塔爾也是翻譯骨打 那是古典的說法 是很古典的 那時候我就奇怪 骨打 你知道卡塔爾那隻旗 就是白色飛色卡拉卡拉 有些懷舊網 如果有看過 好像是法美航空在香港 武器賣廣告 他飛到一些航點 多倫多和溫哥華的譯名很奇怪 是很舊的譯名 是啊 但是骨打 可能是第一職 如果在多倫多和溫哥華的譯名 可能是老一輩華僑的譯名 等同於現在的人說科特迪雅 但其實上一輩的人都還這樣著牙海王 對於老一輩的人來說 除了這個國家 有兩個印象 第一 他以前的名字叫骨打 之外 最多就是大家知道 他在地圖上 就是海灣諸國之中的其中一個國家 所以呢 Sanpina就說 去歐洲很多人 都會搭卡塔爾航空 為什麼呢 因為卡塔爾的地理位置 他的航道上的需要 其實都看到為什麼他會成為交通的輸入 如果只是航空公司來講 真的先開始出血路的阿聯酋航空 是 即是阿聯酋遮住阿聯酋航空來做Sport Road 歷史比卡塔爾更長 而阿聯酋搬球場 就是整個冠名權都壞了 對 卡塔爾的話 我想就是後氣之手 如果是說曝光率暴升 走後一步 走後一步 但是如果你說國家借一些東西 來做一個洗靚 測量自己招牌的形象工程 其實起大多是卡塔爾先換到電視台 即是如果跟開新聞 或者九一後你跟開反空戰爭的話 你是不可能沒有聽過報導電視台 即是現在回頭看就很諷刺 甚至那時候公眾有個印象 覺得拒報反空戰爭是好過西方的主流媒體 他的角度是比較寬 卡塔爾又被人這個世界最有影響力的 最有軟實力的兩檔 第一檔就是半島電視台 第二檔就是PSG 但是為什麼卡塔爾要這麼有心機去經營半島電視台 以及又要拿一筆重盤 都肯定是重盤 就是搞PSG 還加上邊 大家如果有留意 大家有看法格的轉播 或者可能一些西歐 主要的大賽事的轉播 都是經邊有關的 都是通過邊而看的 已經有些聽眾開始嘗試去解謎 多哈是中東的空中樞紐 再加上lateral gas 天然氣 其實不是單止是卡塔爾航空 通常航空發燒有一個統稱叫做中東三寶 中東三寶是哪三寶 卡塔爾航空 由航空加上ETR 你自己有沒有回答過 沒有 三寶都沒有回答過 不夠錢 對上一年的時候 去看歐聯四強的國家打比 我結束了去坐西加坡航空 哈哈哈哈 那卡塔爾航空 我自己就記得我坐飛機 我好像都沒有 是不是 都沒有 卡塔爾其實我坐過 卡塔爾我坐過一次 都是因為那時候機票再轉一轉 結果他真的過了一張卡塔爾航空給我 記得好像是回程回香港 200年 質素當然還可以 三間來說 另外兩間我沒有試過 經營來說 為什麼他的競爭力這麼強 因為實質上他是國營航空公司 但是加上他是一個產油國的國營航空公司 因為航空的汽油是公數 是 結果那裡省了一大筆錢 那些是國家企業 那些是國家企業 那些感覺就好像是 這三間真的挺不錯 我聽到這麼多說 哈哈哈哈 你很有錢的話就很不錯 沒有錢的也可以不錯 肉赤一點 如果用現在只計算A380來說 他的經濟倉都很富裸 是 我沒有問阿維 他是坐哪間行業公司過去的 應該都是卡航 真的不知道 他不斷都應該做個vlog 講一下自己的卡航的體驗 順便又可以拘捕卡航的贊助 真是 Econ不貴 是啊 我也是坐Econ 但我覺得Econ的質素是OK的 另外看準一點就是 歐洲飛去東亞的航班直航 其實對一些乘客來說 坐在機艙十多 差不多半天時間太辛苦了 反而你下一下他整個 好像六星級酒店那樣的 去揭一揭腳 反而是一種競修優勢 中間還可以有很多免稅消費 提供很多優惠 但卡塔爾實際上是一個怎樣的國家 為什麼他會跟投資足球有一些聯繫 麻煩你監製去一下 就是一個小小的power point 跟大家做一些小小的資料整理 首先我們看到 沒錯 那幅圖就不是說大了 但如果大家認真留意 在啡色的那一大地區 其實就是海灣的幾個主要的阿拉伯國家 但是它那個橙色有一輩子 地圖中間有一輩子 就突出來了 所以他叫自己去半島電視台幾秒 例如雨嵐相關 可以是refer整個阿拉伯半島就可以了 可以說自己那個國家 是一個半島的國家也可以 沒錯 那橙色國家世界突出來了 整個半島撞的那個就是卡塔爾 卡塔爾其實如果講起歷史 就是1971年的時候 就是脫離英國統治獨立的 1971絕對是一個好年份 為什麼呢 因為1971就是PSG創會的年份 而那一年也正好是卡塔爾獨立的年份 是不是很有緣份呢 是不是 跟1966年絕對比得上 就是like當年的文案 簡東南的文案 沒錯 the most important year of England 為什麼呢 因為那一年 簡東南出生 是不是 其實卡塔爾在1971年獨立 但是它的國土面積當然是很小的 它說的是1.2萬平方公里 人口是260萬 而外籍人口佔的比重是超過85% 我們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請到一位美女嘉賓 Carmen上來 其實她自己是去過一次卡塔爾 都不是去過一次這麼簡單 她在那邊做事做一年 下次再上來的時候 請問一下卡塔爾工作的體驗 但你可以看到 其實卡塔爾 他說真正本國的人口 其實那個比重是很小的 很多都是在外面的工作的人口比較多 但是大家會數到卡塔爾是一個所謂的全球 這裡是打錯的字 全球人均GDP是最高的國家 人均是10萬美元一年 10萬美元一年 來講的話 就是成分了80萬港幣 你想想人均 但是大家可以留意的就是 其實卡塔爾它恩實的基礎在哪裡呢 就是石油儲備 262億桶 講的是全世界排第13 但是這個不是很標籤的 最標籤的是什麼呢 就是它天然氣的儲備 全球排第3 而且其實西方國家 都很仰賴卡塔爾的天然氣供應 好像剛才開咪前才跟你提起 其實卡塔爾天然氣的開發 都是九十年代中才開始有的事 據說 是的 但是我們可以下下一張 slide 卡塔爾的基礎在哪裡呢 其實就是在於它的天然氣的輸出 但是這裡卡塔爾 我們說它的外交方針 這裡有兩個稱呼給它 第一個叫海灣瑞士 或者叫海灣日內牙 但是為什麼叫海灣日內牙呢 就是叫多下 等一下再解 第二個叫超級連結人 那為什麼卡塔爾 又有一個這樣的稱呼叫超級連結人呢 那近我們知道卡塔爾 好像跟美國的關係都很密 很深刻 後來美軍那個 你經常聽新聞都會提到中央指揮部 即是Sancho.com的屬社 但實質上其實它是一個中東地區的 加上印度洋地區的一個指揮總部 總部就是在卡塔爾 講法是美國 假設你東太平洋是一個戰區 即是你日本、韓國那邊是一個 西太平洋是一個 西太平洋是一個 西太平洋是一個戰區 然後印度洋、波灣那一帶又一個 其實卡塔爾是美軍最重要的一個前基地 因為這裏也提到 其實美國在中東地區最大的主軍基地 那裏的主軍人數超過一萬 其實就是卡塔爾 講的就是在多哈 卡塔爾多哈 西南35公里 有一個叫做Woodiebat 有一個空軍基地 好像是美軍和英軍和卡塔爾空軍都共用 他既然這麼遲才出來英國獨立 那裏應該以前是皇家空軍基地 所以為什麼你解釋到 就是阿拉伯國家 海灣國家 和英國的聯繫這麼深 當然除了你現在看到一連串的 足球上的合作 沙地也去買納卡素 或者你看阿聯遊也去買 就算是遲一步 但其實說這些產遊國的Smart Wars 其實最早的例子 沙地阿拉伯航空 是試過買過F1廣告 80年代初的時候 是是是 那些是更早一點 你看到其實 你看到卡塔爾和海灣國家 其實和英美之間的聯繫 本身是非常密切的 但卡塔爾有一件事和其他海灣國家是不同的 是什麼呢 就是他除了和英美的力量 是作為一個後盾之外 卡塔爾和伊朗是很朋友 卡塔爾和土耳其是很朋友 那大家這個時候 豎起他的耳朵 心想一下伊朗 伊朗和美帝不是很適合 或者和沙地阿拉伯更加不適合 交派的問題 一個是順尼派 你說海灣國家 伊朗那邊是十月派 兩邊是很不適合的 但是卡塔爾和伊朗是很適合的 卡塔爾和土耳其也很適合的 甚至那時候巴塞終於 賣了贊賽權給卡塔爾基金會 其實巴塞迷的圈裡有人反對過 那個基金會 其實是有資助哈馬斯和珍珠黨的 哇哦 是地獄下的 你如果聽到這個事實的話 你看回那些舊照片的話 一定會同樣 大家聽完 剛才阿近說完之後 再看回我這段視頻 就會發現卡塔爾是一個挺有趣的角度 因為他同時和英美維持有好的關係 就是軍事後盾 卡塔爾本身都是豆腐人這麼小的 也是美軍的駐軍基地 但是同時他和哈馬斯 珍珠黨 甚至乎穆斯林兄弟會 之前埃及摩斯 都是有卡塔爾的後援在那裡 我是說哈馬斯 珍珠黨 或者是穆斯林兄弟會 這些一類極端的伊斯蘭人組織 資金的聯繫上卡塔爾也是有份 然後連帶你塔利班 說的是塔利班 在中東其實都是被整堆海灣國家針對的 就是沙地亞那些肯定不歡迎 塔利班或者阿爾蓋達或伊斯蘭國 其實那條線就在沙地亞拉伯 或者是巴基斯坦那裡 就是兩條不同的線 但是說的是 真正去提供這些援助的後盾 其實都是卡塔爾的 即是後者那些沙地亞拉伯 或者是巴基斯坦的背景 可能都有用到卡塔爾的一步都不頂 甚至乎特朗普在位的時候 都曾經是出了一個聲明 都是叫卡塔爾說 喂 你不要再 跟這些組織有聯繫 即是說到特朗普這裏 其實可以回答為什麼卡塔爾會回答了伊朗那條線 很大機會其實是奧巴馬時代的遺產 因為奧巴馬去到他任期最後那一年 他跟伊朗簽了一個初步核二B出來的 有一個說法 其實奧巴馬的年代的戰略 重心就是要轉移到印太那邊 想重心回到東亞那邊 那時候還沒有印太戰略這個字 那時候正式的名字叫做亞太戰略再平衡 很多中文媒體會很莫名喬的 叫做重返亞洲 那是地理盲才會說出來的 但是意圖很簡單 都是針對某國 即是說到中東好像不是亞洲的部分 即是中東獨立於亞洲以外 這個說法挺搞笑的 但其實很明顯卡塔爾 我們聽完剛才那一輪的描述之後 你又和伊朗友好 那為什麼奧巴馬會有這樣的角色 我想他也有點拓大 他以為希拉里一定贏 這個政策會延續下去 因為沙地阿拉伯實在太多很糟糕的人權問題 一來實質上其實近年後來有些 再後續關於911的國會聆訊 或者文件解密已經揭露了 有幾個當年911的業機者 其實是和沙地阿伯的大使館 或者領事館是有聯絡的 他聯絡那些人應該是 是沙地阿拉伯情報組織的人員 所以呢 那裏又再另外差一條線 但總之回到卡塔爾和伊朗 為什麼好那裏 多少奧巴馬的年代 是麻丘復畢 就是他的戰略重心 其實在中東 我想他是河島 他是想放棄沙地阿拉伯和伊朗 回到1979年之前的狀態 但是很可惜 因為希拉里贏不到 當特朗普上去了 180度大變 看到他有一張很有潛力 一幅潛力圖 就是在揭幕典禮 大家好像用手去按 天下金球 也是因為這樣的解釋 所以去到特朗普的年代 跟沙地阿拉伯更加上加朋友之後 就到卡塔爾開始受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才看到 這一系列的方針 他跟土耳其朋友 他跟伊朗朋友 跟伊朗朋友 其實除了戰略上的需要之外 待會再補充一下 就是在自己的經濟 或地緣上的一些原因 阿拉伯尺春爆發之後 阿拉伯尺春爆發之後 也門就一直打來戰 實質上就是沙地阿拉伯和伊朗的代理人戰爭 是 大家有一個很清楚的物諾 就是中東其實我們聽起來很亂 因為很多人的地理盤 但其實如果你理解中東的格局 就是伊朗和反伊朗的陣 簡單來說就是伊朗和反伊朗的陣 而卡塔爾就不是反伊朗的 卡塔爾就因為出於外交方針上的理解 又或者是他經濟上 因為他跟伊朗共享一個 南帕斯尤田 我忘記怎樣形容 南帕斯尤田 那裡其實是掌控著大量天然氣的資源 所以卡塔爾和伊朗相對比較友好 而卡塔爾也和土耳其比較友好 但是大家聽起來很奇怪 為什麼一個國家 他可以和英美很友善 但是他又會和伊朗、土耳其那些國家也很友善 這裏就會有一個很取巧的要素 就是卡塔爾作為一個小國 他好像很喜歡一大小都買 二就是寧願維持著中東這種亂的格局 是不是對他來說是最有利益的呢? 都可以這麼說 如果中東越亂 他作為一個小國就越容易生存 他越容易生存就是 基於他自己的姿態 他作為美軍的前緣基地 這是地理上的 或者戰略上的一個因素 然後就是作為一個天然氣的輸出國 經濟上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優勢 但是因為他是一個小國 大家看回我們上一章的地圖 其實他正是整個半島裏面突出的果佛 但是他是被沙地、阿聯酋等 那一堆的強輪去到巴為主 其實Youtube上T4Football 有一條舊片是更值得看的 叫做卡塔爾Footballwall 很精彩的那條片 就是三年前出席 那時候雙方鬧得很醉僵發生的事 但是現在就有少少數落地戰 所以你現在看回這條片 是有另一種趣味出來的 大家可以看回為什麼沙地和卡塔爾 有這麼多不同的角力在這裏 再整理一下 就是因為沙地 他是反伊朗陣營裡面的一個主要角色 但是卡塔爾就不是緊跟沙地的腳步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卡塔爾是希望維持中東的亂局 藉著這個亂局去突出他這個小國的戰略地位 這件事肯定也是跟沙地有一定的衝突 但當然他也是作為美國的一個很重要的戰爭盟友 所以他就算再上中東亂也好 但也是維持著一個很微妙的平衡 當年封殺還封殺大 美軍基地和中正指揮部都還是老神在在 沒錯 然後卡塔爾也是照賣歐美軍火 卡塔爾雖然是照賣歐美軍火 但是如果是講到和法國的關係的話 有兩點是很值得留意的 我們可以去第三張文章 第三張文章那裏就是講到卡塔爾 其實上一任的國王就是哈密 在哈密的年代就是90年代中的時候 是將他們的保安部隊交給法國去訓練的 而且其實我們現在看卡塔爾的國防部隊 它接近是有八成的軍火在法國買回來的 尤其是如果是喜歡研究軍事的知道 法國也出了一隻陣風戰機 卡塔爾現在的其中一宗最主要的軍售 就是買陣風戰機 因為這款戰機 開頭它的外銷是經常被美國打壓的 每次的競標案 本來有些地方是中的 誰知道最後被那個國家來推倒 還要重新再來一次 結果就買了美國貨 當然你看到中東的軍售 像沙秘或者Buffet i-Cup那些 主要都是光顧美國貨 買開那些Ap16那些 卡塔爾反而是選了法國軍火 產油國反而是喜歡買Ap15多些 沒錯 卡塔爾和法國其實一直以來 很多年前都已經有一個戰略性的夥伴關係 在說不賣話近十年 所以其實一直以來他們和法國關係都很好 所以剛才你說的 例如你列入了一堆 其實都要說法國 沒錯 所以你會理解到 例如你剛才說這些 為什麼會和他們軍火上 或者是一些國防部隊 會在法國那邊合作呢 其實他們一直都很有淵源 回到另一個問題 就是卡塔爾 我們留意到的就是 他好像有很多不同的佈置 因為他在地緣上 他是注定給沙地 或者是亞聯酋這些國家的孤立 但是他同時也是想維持中東的亂局 令到他作為一個小國 可以兩邊都拿到著手 所以他就做很多事情 去擴大他的影響力 如果半島電視台是一個 譬如阿拉伯之春 那些 或者對那些恐怖組織 或者伊斯蘭的組織 他有很多支援 但是 講到和法國的合作 或者是投資PSG 那裏的基礎是什麼呢 他和法國的基礎是什麼 這個很有趣 因為大體而言 不只是陣風 甚至乎什麼坑中巴士 那些也是什麼 可以這樣理解一件事 就是卡塔爾 作為一個小國 如果他要增加他的影響力的話 就不能夠只是去利用 這個所謂的橙油 或者是天然氣 去維持他的影響 事實上這些橙油 或者天然氣 其實是令到這個國家 是有一個危險的 例如中東可能二十年 三十年前的戰爭 其實都是 或者最近一些 可能你會看到很多 大家講法就是 其實有些西方國家覺得 是侯著他們的石油 或者是天然的資源 而去打他們 所以卡塔爾在這方面 我想有一個自保的考慮 在裡面 譬如他是透過 大家都知道 如果單純說他的國防 或者軍隊 其實不可能抵抗到 譬如你說 其他西方國家的入侵 但問題是 怎樣才可以自保 我想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譬如他現在 反正他這麼多錢的時候 其實是真的增加他一些 輿論和一些西方世界 或者其他人對他們的觀感 這方面譬如你說得到 普通民眾 對他們的正面觀感 其實這個輿論 本身已經是最好的防禦 是的 即是因為你能夠將你 在石油那裡斬回來的 轉化為其他地方的控制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去拿到 西方國家的保障 你除了爭取行政治上 和每一個國家的領導 去交易之外 其實你爭取到一般人的輿論 那個觀感其實都很重要 在這個年代來說 尤其是 阿近 你覺得其實沙地去做這件事 即卡塔比做這件事 或者其他海灣國家去做這件事 的邏輯是不是都很類似 那用足球來做運動 其實他們不是最初的 很多人做的 甚至你推到很早的 如果用球會層面的話 即是佛朗哥諸之於黃馬 或者是陶堂阿薩拉 沙政權之於奔菲加已經開始 其實是他的發展史 你發展到八十年代尾 就是為佩洛斯波來買 A.C.米蘭 或者是太北去買馬賽 那變了政客層面的smart lossing 再下一步 是他剛剛下了爭的國家 援手他信去買爛 然後才輪到海灣國家 再變成海灣國家主權基金 去收購球會 或者用某一個 經常在時事分析裡面 或者某國的政治評論裡面 經常說話語權爭奪 或者增加國家的軟實力 當你在國際社會上 你的地位不能夠只通過自然能源 作為一個貿易輸出的時候 不能夠只用這個為維繫的時候 你有沒有其他控制的手段 這個變得很重要 所以就形成到 我不只是軍火交易 還有一個就是我獲取回來的財富 如果我再做一步去再投資 又要同時加強對於西方社會的控制 又或者可能改善他的形象的話 就唯有把資金放在足球那裡 而卡塔爾其實是很激烈的 除了你說足球之外 其實他在藝術方面 都很多 好像足球那樣投入 這樣的份量投入 例如接下來會開幾間 國際性的餐廳 藝術展示範 現在越來越多都會在 如果中東區的話 卡塔爾都會在一個很熱門的地方 所以他們在不同方面 足球以外 也有很多方面 去做這一方面 剛才所說的一些 白洗的事情 其實我們的股工 都是這樣的邏輯 分管 對象不同 這個大三幣的主角又不同 可能有些聽眾就會問 為什麼選擇法國呢 為什麼不是選擇其他 European Sports 或者西方世界的其他大眾的體育呢 即是否只是跟立國撞撞聯份 那麼簡單 1971年 是個好聯份 Vintage Year 當然 其實是可以這樣理解的 就是如果說到這些外資合作的話 其實法國對外邊的 即是來自遠東 近東的資金 都是普遍持一個開放的態度 而且其實 Lord Cha說 他們金元外交歐洲 和洗地比大陸走得更遲 更闊 更加effective 剛才阿近你提到 有可能是法國球迷對這個因素的抗拒 比較低都不一定 法國球迷最大的心結就是 唯一那次拿了歐聯 最後就惹上了醜聞 即馬賽 是 明明歐冠軍是法國人槍耳的 是的 這個有一點就是 一線英的coming home 那個程義傑 是有點意欲共工 即是年代馬賽拿完 那屆歐冠軍 就立即踢爆了原來聯賽的殺科戰系 賄賂隊對加 但是你覺得文化抗拒那件事 法國商量比較低我都比較認同 因為你想想 其實在那些所謂的阿拉伯的資金 去投資歐洲的足球 當然如果是講過年份的話 就是阿聯酋入主曼城的時間 是再早一點點 之後才是 也有可能是一些timing的問題 其實在那個時代的 context 其實也可以買義甲 買義甲球會 但可能因為剛剛都還是經歷了 那個電話門的餘震 所以可能他本身 就是義甲的形象不太好 西甲呢 那兩大舉頭都已經是會員制 就是不可以驗屍的 就買不起 要麼你就學曼達買起馬體會 但馬體會他的定位 就是球迷定位 是自己的工人階級球會 可能是會有抗拒 所以這麼多樣計算 反而法國 也可能有一樣正式敏感 如果你買 回到南無安達魯西亞的球會 其實是勾起西班牙佔領 可能會令到西班牙佔領 可能會令到西班牙國內 會有反彈 如果買西班牙佔領 都是 因為剛才我們提到 駱超都說了 相對歐洲其他大國 就是英德或者美帝 法國的相對比較容易接觸到 容易一些和便宜一些 即是只有50加 就想都不要想 沒錯 對 沒錯 英超來說 難度也比較高 即是有不少人已經走先了一步 而且價格可能已經取得很高 所以最後就唯有什麼呢 避免這個PSG 還有一個定位 就是因為它是 譬如市場上的需求 即是剛才說 因為它和法國本身是有一個 戰略否本的關係 而且二是就是 因為你看回 譬如當時 10年前左右 好像是11年 其實你看回那時的環境 譬如英超已經有 萬城車道市 這些賦球會 你再進去和它爭 其實是沒有什麼好處 德國剛才也說過 反而法國其實是有一個空檔 即是PSG它作為一個巴黎 作為一個法國首都 首先 它還有一個可能是 歐洲裡面 可能是藝術也好 很多方面也好 是一個中心 一個頂級的城市 但竹球隊的成績是普通 所以是有一個空位讓它進入 這個空位是最理想的 在投資角度來說 即是先撇除其他的戰略 即是國際外交關係來說 即是單純投資來說 它也是一個很理想的對象 如果這樣說的話 麥巴比留在PSG都很順利成章 我不是開玩笑說 麥巴比變成了當代法國版的比例 因為一國家干預出手 不讓它離隊出國 都是有點像 其實怎樣去看麥巴比 那時候選擇留在PSG呢 因為那時候 佩雷斯的說法就是 他受了一些政治和經濟的龐大壓力 令到他不能去黃馬 但他的案件是否跟比利真的相似呢 即是看比利那時候的交易 和現在麥巴比的交易 那當然不一樣了 不一樣的位置在哪裏呢 即是否比利那時候受到的金錢和權力的誘惑沒有那麼大呢 其實那個都算 其實還沒有在一個政變 好像是六四年之後 我想純粹是那個時候 可能他的國家對球圈的干預力是有的 因為700對自己贏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整個國家聯賽是叫停了整個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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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所謂政治或者外交的需要 而需要將他留下 在那間球會 或者那個地方 那個國家 的一個埃國 但是 對於麥巴比來說 我想 他留在 巴黎的好處 其實應該 不計足球 是遠大於他的黃馬 不計足球 不計足球 因為 我覺得可能法國 在斯丹以後 都需要有一個 是來自 有色人種 是 是 能夠 是 既作為足球的標誌 又能夠作為一個社會的標誌 那大家說到這裡 又可以聯想到 我籃球都出到的LBJ 是 會不會 F1到夏美頓 對 F1到夏美頓 會不會 法國的足球來說 就可以找到麥巴比去做一個類型的角色 都像是 the next post a boy 但如果是這樣 麥巴比 其實 可能他以後的上限 就不是作為一個 拿一個世界盃的 Legend 不簡單 他可能他一天就變成一個 有色人種版的拍天 足球行政界 但是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一個 有一個這樣的野心 St. Peter提到 其實馬拉加 都是 卡塔爾的皇室 的一個收購 但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 馬拉加的家 臭樓都失敗 但PSE是不同的 PSE也是一個 算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 非常成功 非常成功 他現在也不僅是掩子足球 電玩也還有 e-sport 對呀 而且他就算 法國或巴黎的體育 其實Handball 都是受惠於 PSG的Handball 都是好像足球一樣 現在那個影響力 以及吸金的能力 賺錢的能力 都是大大進步 這幾年之間 譬如很多 譬如福貝斯的調查 兩年前說 近五年 增長 收入增幅 最高的足球隊就是PSG 證明他們選對了 剛才說的就是 如果我一定要在歐洲選一隊 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那我選哪個對象呢 他就選對了 是 但是馬拉加入主這件事 好像是比起PSG環 要差不多 早 早一點 早一點 但是那個油長 應該不是最核心的統治階層 是 所以連帶馬拉加 就變成了 那單可惜 是 如果不是西教系會有趣很多 不只是看著 黃馬巴塞 與馬體會 是吧 就是這樣 我們看 PSG電競隊 有香港人同學 沒錯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什麼 LOL世界賽 所以其實PSG的背景 其實大家看到的 當然不是純粹是球會那麼簡單 而是講一個國家的一個政治操作 甚至乎它為了要維繫 作為一個小國的影響力 它是不同的邊都要買的 但足球就成為了它一個很重要的基地 是 還有說多一點 就是剛才我們說 為何那個Sports Washing 做得好 或者做得有效 就是譬如 PSG現在已經 就是剛才 就是看那些調查的研究 就是財經公司那些 就說譬如他截至21年的時候 就是update to 21年那件事 譬如他的 PSG的員工有2100名 至少對於當地一個社會上 是一個幫助 叫做幫助當地人 提供一些就業的機會 等等 隨此而言 譬如他們很熱心在公益事業 其實是看萬城 甚至車路士 都會是類似的個案 因為他們始終的目的都是一樣的 大家都知道 其實他們很熱心公益 這些也是對於他們 建立他們的形象很重要 就是很多輿論上 或者普通人的觀感 可能他們未必很熱衷於政治 但他們就會覺得 是的 PSG可能前陣子 又在哪個區 又投資了什麼 又來探訪 又很親切有善 又給我們一些機會參觀什麼 所以就會建立了很多 很正面的形象 而這件事他們是做得很好的 近幾年各種不同的調查 結果發展出來都是做得很好的 當然 其實如果你看回 就是Beansport 其實買Beansport 才是真正的球壇春袋 就是因為在很多體育的轉播方面 其實 PSG Beansport 其實是一個頗為一體的收購 因為PSG就是Beansport對外的輸出單位 Beansport PSG 甚至乎再加上就是卡塔爾自己的足球機件 就是半島電視台 其實因為有半島電視台 然後俄羅斯才是搞RT 是 還有強角都搞了GCTN出來 哈哈哈哈 但如果是講成功程度的話 就很明顯是半島級很多 但是RT都會有 我們有變於西方主流媒體 隱瞞來的東西 我們就播出來 變成是認知作戰的部分 都是 但感覺上 就好像 半島電視台 是更成功的 就是RT 最早大役都是最成功的 RT多數都可能是 面向 某一類 它對內的群眾的價位 容易受落一些 但半島電視台 面向的是 全世界 那 RT都試過請齊澤克做嘉賓 有時候會請到西方 左派的一些重量級人物 走去做嘉賓 是 那 CGTN 雙利地又差點 哈哈哈 那 強國在西方也有一堆 拉拉隊 有的 例如 以前寫大吹劑的 微樂學家托福勒 其實現在變成吹咒一帶一路 是啊 是啊 但是 如果是說到體育這個部分的話 暫時來說 仍然都是卡塔爾 走得比較前一點 那好吧 第一節 我們就講到 由卡塔爾的地緣 講到他們的體育 sport washing 大概來到這裡 大家記得 comment like and share 的同時 訂閱我們的patreon 稍後 休息一會回來 第二節 就和兩位拍檔 講一下把賽 休息一會回來見